都一直有提醒大家要留意着1月28日的位置 因为1月28日的位置如果再失手 就是Tensler过去年几个上升位 再加上短期的低位也会失手 所以投机者的角度不应该去追入 所以我多喜欢也好 我现在很客观地跟大家说 我会看的就是究竟会不会真的有机会见六字头 如果气氛这么差 但是我会这么说 如果真的要整个全球选择一只有车的股份 就是车的股份去选择 都是选择它 因为我买它的话 其实我就顺便买太阳能 买电柱 我现在这一刻我没理由在这么人心惶惶的时候 然后要硬去买三四只这样的股份的概念 但是整个板块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去年吹出来的 就是究竟GM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Ford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就是举例 那你不要说是吹出来 或者那时候我也有提 炒是没问题的 但是记住 债务上面是他们最大的拖累 所以如果在这一刻我当大家 借着偶事件大洗牌 那我一定是选择最优质的股份 如果要吸收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六字头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真的其实今早一直没说过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 大家都知道年尾的时候 我们都说过很多 有些自己在外面 就是PI的客户 在外面自己有另外的投资 那他们我们看到 为什么有一些 structural product这样的 就是没有定价 那有机会会刺到六字头不出奇 如果在现在这个气氛这么说 但是我不再说太多短线了 总之短线的朋友 气氛不好就不要买 很简单 但是长线一点的 回答Persy的说法 那因为我们自己 就其实先排 就像一月份都已经开始跟大家说 我们新能源车 或者新能源相关的东西 其实减了很多的 或者旁边 那变了其实虽然表面上你会听到我们Tesla没有减仓 但是其实我们相关的exposions减了很多 那还要加上我们又有做一些对冲 最近我们没有那么紧张的 但是你说长线一点的 我自己 这条问题我真的昨晚问过朋友的 因为昨晚大家都知道财政预算案 就突然说可以放宽再买贵一点的楼 那我的朋友就自己想想 好不好投资去买再买一些楼 那接着我就想不到昨晚突然这样 Tesla跌下来 因为过去几年就一直说 miss了Tesla很大的升浪 那他曾经1200元的时候说过 如果跌一半呢 就真的闭上眼都买进去 那我昨晚就说如果真的见六字头 在投资的角度你会想买Tesla还是买楼呢? 那这个我觉得这条问题 都令到他到今早都没回答我的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角度去想 那我自己呢我会继续混贵的 我会继续混贵 但是我因为我的习惯 就不是说去看股价跌多少去混贵 我都是定时定后去混贵的 那暂时未到时间 我会继续混贵的 一天有的人 那天有的人